歡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學會 台北股市禮拜一又就迎來 一個還不錯的開始 上週五美國股市 是公布了最新的經濟數據 表現由於預期 美股大漲台股也跟隨著大盤 一起來向上 那今天美股是修飾的 那明天怎麼樣來著觀察呢 等一下請問老師 大盤今天收最高 連續兩天收最高 這兩天漲了642點 今天收復了16400 16500 還來到了16600點 剛才忘記更新到 漲了這麼多 收16610成交量2560億元 今天包含了台積電大漲 連發科也動了起來 那想從這個K線 來請教趙麗老師 我們現在這樣上了月線之後 兩根的紅棒 這樣硬生生的挺上去 如果沒有什麼太大的意外 台積公寄線 你覺得速度會不會來得很快 還是說可能稍微耐心一點 公寄線會比較好呢 對 沒錯 我想目前的指數來講的話 當然面臨到第一個反壓 就是這個缺口 之前我也跟大家講過 16491到16650 當然今天收16610 其實大概有40點 我覺得明天就是 最好都可以回補這個跳空缺口 當然要不要收最高 我覺得那是歧視 不過你先把它回補 代表這一波段來講 其實空方的力道已經減落 氣線的部分來看的話 其實我覺得會上 會上 就是說因為我們再反彈的過程當中 一定是一個壓力看一個壓力 那時候在這個地方 我跟大家講過 這個地方低點基本上不會跌破了 不要說15616 其實不會跌破之後 它的第一個壓力在這 那第二個壓力它當然在際線 那際線因為它又面臨到 這個的一個反壓 所以當然際線的反壓 相對上來講 它會比較重一點點 不過我覺得 這一波的反彈不太會這樣結束 其實我看到 人性的弱點就是這樣子 就是說當漲的時候 大家就平民的樂觀 現行多頭的時候 大家就一直追... 當悲觀的時候 當破底的時候 大家就會一直恐慌 一直悲觀 所以我才說 其實你要看一些的指標 來做判斷 我覺得這樣會比較客觀 其實我最近我都一直跟大家講 美股的恐慌 其實賣壓真的已經捷徑了 那市場的信心會恢復中 你看台股就好了 今天的量是不是出來了 有 對 就是比之前的量 因為股票其實它就是很現實 當你可以慢慢震盪走高 其實這些人就不請自來 當然我不是說連續性的大漲 而是說漲的過程反彈 會預壓這個都是正常 對 那我也說過財報已經接近尾聲 沒錯 對 美股的部分 其實現在基本上越來越少財報了 那這一部分不會 會影響的經濟數據 會影響 最近公布都還不錯 對 沒錯 好 那我們再來等一下 然後我要跟大家報告 人民幣的匯率是關鍵 等一下再來跟大家 這個滿有興趣的 對 這個我跟大家報告 因為我們都會從一些指標 來跟大家講 那關鍵當然就半導體的選擇 IC設計 車用 航運等等 那目前的持股比重 稍微可以拉伸一點點 那還是折優來進行佈局 那我們從幾個指標 在老師一直從上桌就耳聽 面命提醒大家 其實這些經濟數據 或者是指標的現象顯示出來 美股已經走過最恐慌的時候 你股票真的不要亂砍 對 還好有聽話的人 應該今天還滿開心的 其實這一波你可以看到指數的部分 5月12號見底點之後 開始震盪反彈 其實這個地方我記得在這個地方 我跟大家講 有 美元指數不會漲 就是即剛 對 就是即剛 那你看到日元的部分來講 對不對 Vease恐慌指數 比特幣 十年級 是不是都如同我們所講的 最低的時候這個有6 我說那個極度恐慌了 現在回升到21 還是恐慌 我覺得這個指數會跳到這個地方 或者是這個地方 應該會跳到這個位置點 對 到那時候大家才稍微 稍微擔心一點點 有沒有短線上過熱的一個 好 那你看一下類股結構的部分 我們從四大指數來做觀察 稻窮其實我這一條線 就是5月12號 你看到其實是誰先落底 羅素2000 還有廢伴先落底 他們有反彈 然後之後才是稻窮跟所謂的 標普 標普的部分 那你看一下這一波的反彈 他們最先落底 結果誰彈最大 廢伴 廢伴彈最大 你知道嗎 會廢伴 所以你說這一波由電子谷領軍 你覺得會很意外嗎 不會 其實真的不意外 你從一些的指標來看 好 那其實我跟大家報告過 這個剛好是5月19 5月20 那一天我拿來講 我說其實大家已經過度恐慌了 什麼叫失落的十年 你知道嗎 都會講失落的 對 對不對 那時候雄市一直要拖到下半年 對… 我就說 縱使是這樣也會進入一個 所謂終極的一個反彈 我們不要說它回升 因為確實外在的變數還是有 那我們先把它視為一個 終極的一個反彈 好 那另外一塊 因為我們在這個節目當中要講的 就是說要跟大家報告 你要怎麼去研判這些指標 好 那今天你一定很奇怪 為什麼拿人民幣兌美元 來跟大家講 對不對 這個我相信大家 你相信新台幣也大升 升兩腳 現在大概兩腳多 那人民幣的部分 跟韓灣的部分 現在升值大概0.8% 其實升值的幅度都不小 真的都不小 好 那我跟大家報告 人民幣現在變成是一個重要的關鍵 我跟大家報告 為什麼 上海砸3000億人民幣 它要救經濟 所以你看我們的節目 其實可以看到一些 那假如有信心 市場覺得 中國的經濟 因為這樣的政策 救得起來的話 那你試想 人民幣會怎樣 肯定升值的嘛 一定震盪升值 人民幣很少這樣的貶值 為什麼會貶 因為除了美元強之外 除了去槓桿的話 還有封城 這段期間就是封城 對 就是封城 就是大家覺得你 大陸的經濟很麻煩 你知道嗎 沒有需求了 搞到全球也 股市也大跌 那你現在假如人民 全球的人民 他是有信心的 那你是想 大家假如覺得這個是有用的 不要說非常有用 他會覺得這個政策 貨幣政策 財政策 真的是有用 那你是想 人民幣當然 它就會慢慢震盪升值 那你未來假如看到 人民幣是慢慢的震盪升值 你也會看到股市 它會慢慢的上去 大陸的股市 那假如是這樣的狀況是 是不是全球就OK了 封城的部分 這一些疑慮 這個干擾已經消除了 就比較減緩 我們不要說完全消除 對 沒錯 好 既然 再老師提出一個 滿有趣的觀點 大家可以記起來 觀察一下最近人民幣的走勢 大陸已經受不了 這邊封城的關係 經濟陷入比較大幅度的衰退 所以就出台了很多的政策 經濟刺激方案要來救市 如果人民幣升值了 大陸的經濟刺激方案有效的話 對整體股市信心回籠 是有幫助的 我們看一下美國股市好像先走在前面了 因為包含了 美國上週五公佈的四月份核心 PCE是今年的低點 通膨已經觸頂了嗎 個人消費支出 連續四月真代表 大家還是有在買東西 市場對FED激進升息的預期降低了 美國的國債的殖利率是拉回 道琼州縣終止了連八黑 如果說美國的狀況還不錯的話 老師我就想問了 其實從上週開始好多的股東會起跑 可是幾乎都沒有什麼股東會的行情 本週輪到了很多的電子公司要來開了 你覺得電子股現在火正熱 股東會行情可不可以稍微的期待呢 我覺得大部分來講 其實都值得來做期待 因為很多的股票這個地方 在這一波段都跌得非常的深 我也跟大家報告過 其實你持股只要控制 你的持股裡面 你電子股 你一定要有IC設計 你真的一定要 我們來舉例看紅色的幾檔股票 我們來看一下6415的希力KY 好 6415 也被大魔降了平等 目標價也被降 結果股價你看又創波段新高 對不對 你比如說像3529的力旺的部分 這個雖然是本益比比較高 IP的股票 是不是也創新高 也創這一波段 5274的幸華 這個我也跟大家講過 你看一下沒有創高 可是我說這個大量 人家隔天就漲停了 對不對 就已經越過這個大量區 所以你看 今天又續公 對 今天又續公 我等於說你看 你看6799的萊捷 這個我們之前也講過 你看這種股價也是創新高 對 就是 你看8261的副頂的部分 這個也是前幾天跟大家講的 也是在創新高 這邊我就想問一下老師 因為我們老師說 你說還原圈支他創新高 這一天其實 他是因為說傳出鴻海 跟國巨一起入資他 然後股價開高走低爆大量 反正想說完了… 我說這種 對 我說這種會過高 因為未來的展望 因為鴻海跟國巨集團入主的狀況之下 其實說真的 這種股票怎麼不會過高 可是說基本面還是要放在心中 對 你還是要放在心中 就盤不好那當然沒辦法 盤子要OK 你看 你把它還原圈支 還原圈支它的確是已經過高 更高 它天息了還過高 除息六塊現金 你看這個很強 你看一下假如這樣 你看3588的通家 也慢慢上來了 3588的通家 你看一下股價也慢慢上來 不要用還原日線圖 對 用現在圓圖 好 6138的一個茂達的部分 其實這些也慢慢上來 這個是電源管理IC 另外一個 你看6104的創圍的部分 今天拉到漲停板 對 今天拉到漲停板 你看 前兩天大盤在強攻 我想說他怎麼都沒動 因為明天要納入MAC 對 你看 6756的威風的部分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對 你看 股價也慢慢的上來 2436尾圈的 其實我覺得這些 其實都非常的一個有機會 這種 你像2454的聯巴科好了 其實也是相同的狀況 打底打的 打的這樣 就是我跟大家說 這個都會過高 你都不用替他擔心 其實股票就是這樣 就是說 只要盤是慢慢的穩了之後 好的股票 它會慢慢的一個上去 對 電動車的部分來看 其實也是相同的一個情況 你看一下 我覺得老師表格裡面的經驗 很多檔都好強 都好強 IC設計 你看 其實我們的股票裡面 真的很多都很強 像3675的 得尾 二級體 今天也是公道長 其實你看一下 哪些是主流族群 就是說你看這一波過高的 你看這個也都過高 他該不會 對 4739的康普的部分 4739 對 今天也是大局 也都是過高 我跟你講都是這一波 反彈的高點 就是2340的台亞的部分 是不是也是相同 第三代半導體 對 也是過高 所以我的意思說 假如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大家可以特別的一個留意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有關於這個訊息 副頂今天是牌面上面 都要熱議的話題 當然這個訊息 在上個禮拜就已經出現了 國創半導體參與副頂的募資 老師 副頂走強了 鴻海跟國具呢 對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我一直跟大家講 其實副頂慢慢的上來之後 你這個地方其實要留意一下 一樣的族群的部分 你要留意一下2327的國具 好 2327 因為它今年來講 EPS還是成長 車用的部分 今年來講 應該有20% 賺到的比重 我跟大家報告 這種股票就是類似 聯巴克這種股票 我個人覺得都會過高 很大 機會很大 我們不能說 這種只要盤面上 其實過高的機會 因為你看 情態也越來越完整 所以其實大家假如說 針對一些漲多的股票 比如說副頂你不敢追 對 其實像這種很穩健的 很大支的股票 龍頭的 其實我覺得 就可以特別的一個留意的 今天這個大盤大漲 這個護國神山也貢獻了 100多點 股價是來到了近期波段反彈的新高 這讓這個半導體相關的 設備股的話 也是持續上面盤面 上面的熱點嗎 對 沒錯 好 來 你看一下 其實台積電也慢慢的過高了 其實它有一個輪動的架構 大家有沒有發現 你比如說 像6770的利基電 利基電先進到低點 我也跟大家講 慢慢的上來 它還沒過高 可是它在這個地方過高 然後就換2303的聯電 你看一下聯電 今天平行高 那之後在這個地方 那換2330的台積電 好 台積電 是在這個地方落底 有沒有沒有破底 落底 然後今天過高 其實你看 其實真的大家都在輪到 好 那等這些 你比如說像森陽棒 8028的森陽棒 8028 其實這一天 藏一半我說 這種股票你要整理了 你不要去買這種股票 因為法人 針對這檔股票說真的 我找了報告 真的沒什麼報告 對 我記得 反而你要注意什麼 1560的中砂對不對 我講了幾檔股票 你看一下 過高 這兩個明明同樣的題材 真的兩樣情 不一樣 因為它也是MAS 太厲害了 要納入明天 2338的光照 我也跟大家講過 對不對 你看一樣 也是過高 對不對 3680的加燈 我就拿這三個的財報 跟大家講說 其實 這種加燈 你就等它拉回來 因為連續四根紅棒 你就不要去追 第四根了 就是這樣光照像加燈這種 中砂當然你不要去追 因為明天MASCI的 對啊 有些法人都卡位了 對… 就是短線上 力多出來的時候 你要賣 拉回的部分來講 其實像這些 尤其加燈的部分 光照 對 我覺得這個 拉回來都是OK的部分 好 上週的時候 下班就照理老師 先提醒大家 可以留意一下短線上面 一個很滿熱的議題 跟題材 那就是MASCI 明天的盤後 這些個股 新增的包含全球標準指數 全球中小型指數 這些個股又被納入了 上週輪到了 包含了 今天又有一些個股 在蠢蠢欲動 也攻到了漲停板 這樣的 如果說我手上 搶短這些個股的話 明天要怎麼樣來做操作 還是可以報到 就是MASCI生肖之後嗎 我覺得這個部分來講 你要看個股 其實剛剛有提到 你比如說像中砂這種來講 因為法人已經在買了 不管頭信 不管外資 我相信他們 基本上來講 你比如說放頭信或外資好了 看頭信 頭信的部分 對 有剛買 那外資的部分你看一下 外資 對 外資的部分 就是說這種股票來講 有人先卡位了 主動式的先卡位 所以這種股票又漲了 那你明天的時候 你當然不要去追 你不能說我利多出來的時候 我明天去追 搞不好你後天就跌了 所以這種不行 那你看一下6104的創回的部分 6104的創回 今天也滿強的 大家有沒有發現 因為你看外資的部分來講 比較沒有卡位 對 那你像475的三幅好了 好 三幅化的部分來講的話 475 對 你看一下 475的三幅化 今天的股價也漲起來 有買有賣 就差不多 那你像2340的 台亞的部分 2340的台亞 對 你看台亞 外資沒有買賣 對 他還沒買 他必須要買 對 投信也沒在卡位 沒有人在跟你卡位 所以像 我的意思說好 那其實假如說 以這樣的情況來看的話 我個人覺得 其實台亞這部分來講 後續應該機會還滿大的 因為它是光感測原線 全球第一 市占率超過五成 其實我也講過 就是說其實它就是 光感測當中的台積電 對 就從金元代工裡面的台積電 你看它多強 日亞化的持股 從7%變成22% 那今年要投入8億資本創下的 資本支出創下的歷史新高 其實感測原線的部分 除了環境偵測 其實車用感測 車用的部分也需要用到感測 還有第三代半導體的部分 Apple Watch有可能 未來會導入血糖的感測 那這一塊其實非常的難 比心跳感測還要 然後也有可能打入 所謂SAMSUNG的一個供應鏈 所以我覺得 其實就這樣的情況來看的話 其實這些股票相對上來講 都是滿OK的 那好多利空造頂的手機族群呢 對 沒錯 手機的部分 其實我也跟大家講過 就是說 那時候不管是聯發科下修 或者是一些延調機構下修 其實我都跟大家講說 其實真的沒那麼差 尤其在什麼的時候 在所謂的一個銳影的部分來講 那又有銳性等等 開始看好了所謂的一個 手機的部分 你看一下 你比如說像2454的 聯發科的部分 對不對 這種型態已經慢慢出來 你比如說像3105最弱的 我們拿3105帽 有沒有 這種也都上來了 2455的全新好了 全新 一樣是PA族群 有沒有 也都創高 也3008的大力光 你看一下 這個很多人都不想講它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 有時候人性的弱點就是這樣 當股價跌了一大段 當你看到利空的時候 其實我一直跟大家 利空的時候你要去趕 你要去看股價的變化 對 只要利空一直丟一直丟 股價真的不跌 那就是利空敦化了 只要盤一好 他們就會反彈 可是當股價 當利多一直出來的時候 股價不漲的時候 我講真的 你也要特別的一個小心 好 這位老師 這一波大盤震盪的過程當中 一直用很多的新聞面 對於股價的反應 做出非常細膩的解讀 也領先告訴大家 美國全球股市當中 有一些指標已經沒有再破底 恐慌時刻過了 再次叮嚀同學們 千萬不要把手中的股票 就砍在上個禮拜的低點 但還好有聽話的人 今天都可以 還笑得蠻開心的 那這一波的反彈行情 有機會持續震盪的 慢慢的往上季線挺性 希望個股還有機會 大家可以參考畫面上面 我們照顧老師的搭頭娃娃 可以跟他掃一下QR Code 加一個朋友 記得要跟老師打個招呼 按個貼圖 按個讚都可以 老師相關關於台北股市 各個族群的操作 會在裡面跟大家 來做進一步的分享 還有討論了